大家可以留意港鐵66號 當然在剛剛的施政報告 明顯對北部方面的一個拓展新的地點 其實政府方面都會自力拓展 而接下來都會建議有五條的鐵路開始開通 其實當然時間不會這麼快 但最少你接下來在業務的一個 或者基建的擴展 其實港鐵都肩負起比較重要的一個使命 所以我相信來說 當然大家都在等著什麼時候可以衝港糊通 如果你說自由行開始再次來臨的話 在車務方面有收益 其實到時才會再次穩定 所以如果你說想投放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意達到42元附近 昨天來說十天線附近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接近這些水平部署 而上方目標其實就未必看得太遠 看著48元左右 當然如果穿了40元這些重要的心理區間的水平 其實都會留意做一個自食部署